今天蒸了一锅豆腐馅的包子,你吃过吗?外皮蓬松轩,那馅麻辣鲜香,好吃极了。 我一个人吃了三个大包子,喜欢的朋友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来发个面团,400克面粉中加入4克酵母,2克泡打粉,5克白糖,倒入220克的温水,下手裹成一个光滑的面团,密封醒发至两倍大。 超市买来的大豆腐,先切片,再切丁,放入碗中,加入一勺生抽,一勺食盐,一勺鸡精,一勺白糖,一勺的麻椒粉,两勺辣椒面,再来一把小葱花,焦热油炸出香味。 最后再倒入一碗香葱末,少量的香油,搅拌均匀,这个馅儿就调好了。 选好的面都是蜂窝网状,揉面排切,切成小面戒,干皮儿多放上些馅儿料,包成包子的形状。 全部包好以后放入蒸锅,盖上盖子,而且饧发10分钟。 冷水上锅,水态即时蒸13分钟,焖2分钟出锅。 看看这一锅大包子,外皮蓬松轩,里边的馅儿料麻辣鲜香。 这样的包子你能吃几个呢?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我吧,我是小叔,我们明天见。 感谢观看